Transferral 製作Lard 各位弹珠好 successfully 大家好 我是康妮 二代幕的康妮 欢迎收看弹珠爆新闻 这我旁边这位是 大家好 我是第三代的 小希 不知不觉 弹珠爆新闻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以上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说嘛 诶 我得说这20年style完全通通都不变 这样子抱个20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那当然呢 今天一样话不多说 我想这个刷了20年这个聊天室的观众 一样还是在刷不要废话 那我们呢就真的不要废话 赶快呢就进入我们的正题啦 首先呢 诶 要来跟大家报告的呢 就是这个版本55.0的这个公开情报 哇 老天鹅啊 您瞧瞧 我们都报到这个版本55.0了 实在是太威了 拍拍手 拍拍手啊 55.0版本终于更新了呢 真让人期待啊 是 好 那这个真的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看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好 首先呢 诶 我们这个繁体中文版啊 大家呢 玩了这么久啊 现在呢 好消息是可以和这个印尼版进行这个多人游玩 那我们玩家呢 玩了很久 一直以来都知道 我们这个版本呢 是没有办法跨区 然后一起出去打官的啊 那现在呢 终于实现了 诶 印尼去的弹珠好友们 就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超越国境的友谊 诶 搭起这个桥梁 我们呢 可以共同冒险啦 哇 哇 真的太棒了 我因为工作长周游世界 也有印尼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玩怪物弹珠吧 所以你刚刚是用这个印尼话在跟大家说 这个 你好 谢谢 这样是不是 是 那我重复一次看看啊 诶 吃啦嘛 西亚嘛 下来啦 我也会啦 啊呀 好啦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弹珠啊 果然是漫向世界 印尼的朋友 期待我们美好的未来 好 下一则 诶 这个 怪物弹珠 VR正式解禁啦 诶 正式解禁式的这个怪物弹珠 时装VR 那VR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很熟了嘛 这20年间的发展这个是 这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可以透过眼前这个生力其境 然后呢 的画面体验玩怪物弹珠这个世界 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潮体验 千万不要错过 那来看一下 这个照片上面这位大叔他 他应该是在玩这个怪物弹珠嘛 而且他长得很像这个弹珠 这个在日本 非常有名的YouTuber 诶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看过 看他笑成这样 可爱可爱的想必乐在其中啊 嗯 不过人家看他怎么笑的怪怪的 他真的是在玩怪物弹珠吗 会不会是在玩什么怪怪的游戏啊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诶 虽然我们心里这么想啊 但是不行我们在报新闻 不行不行 啊他一定是在玩怪物弹珠的啦 是啦 好啦我们来看下一则消息啊 啊 好游戏里面 啊有新道具登场啦叫做 很厉害兽耳罐登场 那只要呢使用这个道具就可以让你喜欢的这个怪物啊 这个兽耳化就可以从头上长出各种动物耳朵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啊哎那到底会长出什么耳朵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哇可以从头上长出 讲出各种怪物的耳朵 其实我刚刚也有去买了一个哎呀 哈哈哈哈怎么样可爱 哎呦娘娘娘 我覺得 你剩製皮真的小夕還要可愛的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不瞞你說 我也買了一個 老闆還跟我說 你會發光的啊 那這樣子啊你覺得呢 很可愛很可愛 可愛是不是 人老了也是要再扮一下 瘦女星 瘦女星還是要保有來著 好啦那當然呢 這個非常特別的道具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好那在講下一則消息之前呢 雖然有點捨不得 但還是得把它拿掉啊 好下一則 經濟之日來到了 108日啦 哎 煩惱之日 哎呀這個 二十年間啊 大家打這個經濟之日 也不停的哀哀叫 叫了 二十年啦 這個 還是很難 我這個是關卡設計 真的厲害的咧 煩惱之日呢 看起來很難 而且呢 最兇惡的 108運登場了 到底呢 這個會有這個 多難的挑戰 帶給大家呢 就是大家也是期待一下 那我自己現在是有點煩惱 哎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 啊這個年紀大 那打的時候呢 啊我的反應就沒有那麼好 那有的時候想太久不小心睡著了 所以我有點擔心 就是到底108日過不過得了 我現在還停在七十八之日 哦 真想早點突破這關 真的啊 加油 這個 多打多練習 啊這個 沒有角色的話 我借你 哈 借你 這個20年我也累積了好多角色呢 好啦 那當然呢 除了這個108日介紹之外呢 這個 過關之後的獎勵 大家還是很期待啊 我們來看啦 這個過關獎勵 你看這個103日可以得到這麼厲害的 這個108日啊更不得了了 內容實在是超豪華 所以大家加油加油 接下來呢 來看下一則消息 呃我們來看到這個啊 期間限定的特別冒險 哦 文章試煉出現啦 那麼呢 這個全新的期間限定冒險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我們以前啊 以前有過這個 天界勢力 那這一次呢 是這個文章試煉 那活動期間呢 是從 2108年的4月1號的 12 0.00 啊 一直到4月2號 星期一的23點69為止 這個時間呢 嗯 哈哈 那好 我們不不不這個跳過好 那那個開發中的畫面呢 其實呢 也已經公開了一部分啦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文章試煉關卡 已經搶先看了 大家可以看到 哦 這 我覺得這個畫面看起來非常的困難 怎麼全部都 啊 珍珊啊 火柱啊 大家 這好自為之了 哦 為彈珠好手們率先介紹這一部分 看起來呢 我覺得 勢必要每一個角色都要戴這個文章啦 不帶呢我想應該是過不了 所以一定要四個人 一起共鬥 我想他們應該就是希望推這個四人一起共鬥 每支都要裝文章 所以呢 那就是大家 揪一揪 加油啦 嗯 沒錯沒錯 現在開始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趕快做多一點運幾腳 嗯 累積文章力吧 是 是 是說我最近運幾腳 剛突破一千支 哇一千支啊 哎呀厲害啊厲害啊厲害啊 不過看起來還是不夠多呢 嗯 跟你講個比例好了 啊 經過了這二十年嘛 我累積到了 九萬 九千 九百 九十九支 我想你這一千支可能還需要加油了哈 啊 這個 對 再努力 再努力 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哎 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休息啦 鳥獸降臨祭來了 這個 這個 哦 在這邊呢 這是精選的鳥族 獸族的角色降臨 這個是這個營運團隊呢 為了大家特選各種動物BOSS的關卡 在這個鳥獸降臨祭期間裡面集中降臨 所以呢 想要把這個這個 呃 飛鳥走獸門 把他納為你的好朋友 你如果你想要這樣子的話 這是個好機會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活動期間呢 那 2019年4月1號星期一 這個12點開始啊 他一直到這4月3號 那 像是有什麼呢 洛克巨棚啦 什麼鳥獸戰隊啦 什麼巨畫戰士 這些人氣角色 這些關卡都有降臨啊 嗯 好好的收集 嗯 好啦 嗯 太好了 人家超喜歡動物的 哦 一定會把握 哦 這個機會增加我的 運集角色數量 是啊 你喜歡動物啊 我也喜歡啊 是啊 這個 我們趕快就是 把握這個鳥獸技啊 把這個 不管什麼動物啊 都給他集運一下 是 好 好 那而且呢 這個鳥獸技啊 不只有降臨關卡哦 這個 還有這個轉蛋活動 期間限定登場了 集合了這個大量呢 大家很喜歡的高人氣的動物 而且呢 記得啊 我在這邊要提醒大家 它是叫做 這個鳥獸生技 注意哦 是鳥獸生技哦 不是這個超獸神技 鳥獸 神技 啊 在這邊提醒大家 好 那這個把動物角色 納為 就是 轉到你的怪物箱裡面 而且出現機率 超up 那這個活動期間呢 2019年 14月1日 星期一的中午12點 一直到4月3號 的 嗯 這個時間 這個大家 玩家們自己看一下啦 啊 是 那 當然呢 有什麼呢 哎 大梨花 是不是可愛的要命 是 還有凱特希 也是大家都很愛 這個會大提升 那另外呢 啊 提醒大家 我們呢 還特地加了一個 為什麼鳥獸生技 可以把這個 安東尼滴 納入呢 是因為他有鳥 哎 不不不不 不是 不是有壞星造型 有星造型 而且呢他叫做 安東尼滴 D 啊 念一次 安東尼滴 啊 good good 啊他會用這個樣子啊 然後在這個轉蛋跟大家介 簽名啊 是不是帥氣的不得了 哇 真的太強大了 竟然可以將安東尼滴 變成那麼帥的模樣 那錄收藏 完全是我的菜 哦 哈哈 你的菜是不是 哎呀 原來喜歡吃西餐啊 哈哈哈哈 接下來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合作活動的情報了 哎 來請看 啊 是的 這個第二彈 香菇們 Crossover怪物彈珠 合作即將開跑 大家還記得這個第一彈啊 哎 這個廣送好評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所以呢 我們話不多說 就是趁勝追擊啊 打鐵趁熱 趁熱熱度 哦 燙燙燙燙 馬上來了這個第二彈 所以呢 我相信這個玩家們 一定會非常的期待的 太棒了 其實人家不太喜歡吃香菇的說 啊 你 你不喜歡啊 對 哦 不過因為怪物彈珠 合作活動的關係 人家愛上香菇了 啊 太好啦 透過不斷的刷拐 達到無數的香菇 應該已經克服香菇恐懼症了呢 真的嗎 真的 哦 好感人哦 沒想到這個合作活動呢 可以讓一個人改變這麼大 真的是太棒了 先這個 感謝這個三代目小溪為我們帶來這個感人的故事 好勵志啊 這個身為老生我 哎 不不不不 二代目康尼 這個這一次呢也決定要大刷特刷 然後呢 做一大堆的吉韻香菇哦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這個合作活動 到底會有哪一些這個怪物登場呢 首先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火屬性六星 口感一流的冬菇四兄弟哇 可以看到他是這個貫通巨能平衡型的香 哦不不是香菇 怪物 哈哈哈哈 是 那他的能力到底是怎麼樣呢 A技能這個掃平底鍋著 L 哎 阻停菜刀 哦這個厲害了 他菜刀可以給他這樣阻停掉啊 非常厲害 那麼聚能射擊之後呢 超反廚師 這個廚師也可以給他反掉啊 那友情技呢 這個是這個 時刻口感鎖定衝擊波六發 那富有情技呢 這個用餐時間加速S 我這個客人吃起來想必是這個 口感高潮不斷 哈哈哈哈 那SS呢 叫合式料理中也會被拿來煮高湯之用 哦這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這個我們也吃過這日本料理 那裡面也有冬菇 所以是這樣子看起來是這樣的 它是什麼 竹軟速度與香味提升 以及這個碰觸過的衛雷攻擊回合加增加5回合 哇看起來好強哦 你覺得怎麼樣咧 我們這個三代目的小溪啊 看起來可以用來刷很多關卡 是非常實用的角色 而且SS也非常有趣 哎真的真的很厲害的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隻 哎呦這個水屬性啊 哎呦這個戴了個大帽子 可以看到是一個水屬性六星呢 這個毒孤狗見宗師 天狗紅 那麼呢它是這個反射聚能平衡型的這個香菇 哎呦彈珠哎呦又來了 哎呦這個這個老人家這個腦子不好使啊 不好意思啊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技能是怎麼樣呢 哎呦可以看到它的技能呢 感染毒聚能射擊之後 鎖鍋殺手1L 哎呦這個感染毒是新的 哎這個感染毒怎麼能解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叫做這個 一旦碰到我方怪物之後呢 就會變成中毒的狀態 十分的危險 哎呦老天啊 這不會有人想帶吧 那這個技能看起來 感染毒跟火鍋殺手1L 哎呦非常的特別呢 那在這個友情技的部分呢 啊會伴隨可怕幻覺的劇毒物 哇這個聽起來也是還蠻危險的哦 那SS呢 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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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它消耗剩於HP的99% 對自己造成剩於HP一%的傷害 有趣 有趣啊 這個 看起來就很特別啊 這個角色 哦是不是 啊這個 SS好像跟這個梅特塔龍是不是很類似呢 這個 這讓大家接下來就自己去體會了 嗯以下就輸掉非常可怕的這個SS啊 嗯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危險的角色呢 是啊 這讓人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哈哈哈 這角色有趣 有趣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要為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這一次香菇合作活動 最後一隻登場的角色了 就是 他 登登 哇 可以看到呢 他跟前面兩隻長得實在是不太一樣啊 嗯 但是呢這個六星 木屬姓 呃這個 東菇頭河毛先生 他的長相我也是覺得有一點點面熟啊 這個大家應該也是有看過啦 那可以看到呢 他就是一個這個貫通 這個巨能砲擊型的這個 呃彈珠 啊 那到底這個他的技能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一下啦 好 哈哈哈哈 這個巨能 失敗 錢力 巨能百分之七十五 錢力 巨能百分之百 錢力 這個 這個幽默啦 啊 不知道到底使用起來是怎麼樣 再來呢 這個友情技叫做防禦力UP 不過我覺得有點 呃 有趣的是 這個剛剛有看到他是炮擊型彈珠啊 但是呢他的友情技是這個防禦力UP 呃也許那個 這之中有點不知道是有這個有什麼誤會可能吧 啊那SS叫做 Cue Eden 指線對名為伊甸的敵人呢造成超酷高強爆裂救急修羅無限洪洪之力擊的巨大傷害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也是幽默啦 對對對那當然幾上中和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上這顆彈珠 呃 新奇 有才 看起來在打伊甸爆絕的時候可以用 但我可以保證實際上絕對用不到 欸 對 對 我感覺你說這個我真實在 嗯 該好好思考一下為什麼官方會讓他誕生出來呢 呵呵呵 是 不過角色的圖很可愛 我本人非常想要收藏就是了 我也是 嗯 最後就是獸神話的情報啦 噠啦 沒錯 各位觀眾這次開放獸神話的就是這個角色 噠啦 呃 是黑影 看不出來是不是 哈哈 當然呢 在這邊呢就是跟各位賣個關子啊 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個彈珠爆新聞啊 啊我得說啊 這個年紀上了年紀呢 一口氣講這麼多話 哎呀我的媽啊還真的是覺得有點累啊天啊 康妮辛苦啦 我還可以 接要是接下來要再播三集都可以哦 呃 這我怎麼覺得自己有被嗆的感覺 那我說我這上了年紀啊 老當益壯啊只是有點喘 我告訴你哦 我我我播三集我也可以 呃我也可以的好不好 啊好啦 這個上面寫什麼第三代接班了 我不用 抱下去 啊我現在開始每天健身 啊每天都健身狂健身啊 好啦 那最後呢 這三代夢想下 你拿起這個小火龍 欸這個我也拿起一隻歐拉弓 那我們呢 四個 然後跟前面這三隻 我們呢一起呢跟大家招手說 啊 接下來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怪物彈珠啊 然後呢 Strike Shuttle 耶 好啦 那今天呢 爆新聞啊 就到這裡啦 跟大家說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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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大家好 漁人節快樂 哈哈 嚇到了吧 那麼呢 今天是4月1號 愚人節 那大家覺得剛剛那個未來版的彈珠爆新聞 內容有不有趣咧 那當然呢 裡面內容其實真真假假真真 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呢 大家趕快就登入你的怪物彈珠來瞧瞧吧 那因為呢 現在是4月1號嘛 其實也是一年的剛開始沒多久 希望大家呢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每天都能夠開開心心的 然後康你我呢 也希望 接下來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和我們更多的朋友 不管是新朋友 還是老朋友 一起來玩怪物彈珠哦 那大家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記得要訂閱我們 怪物彈珠的YouTube頻道 小鈴鐺開啟 這樣直播 或上最新影片的時候呢 就能夠收到通知了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